最勇敢的女孩黄国珍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小村落里 住着一个名叫马拉拉的女孩 生活在当地的女孩 大部分都没有机会到学校接受正式的教育 马拉拉很幸运 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诗人 校长和社会运动家 没有当地轻视女性的观念 所以她得以上学接受教育 马拉拉在成长过程受到父亲影响 对女孩子无法接受教育的情形也觉得不公平 新元28年 马拉拉11岁的时候 恐怖组织霸占了她的家乡 并宣布不准女孩上学 不让妇女工作 还不许大家看电影 看电视 唱歌和跳舞 马拉拉和父亲都认为这样的要求不合理 所以参加许多抗议活动并发表演讲 29年 马拉拉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 开始记录被控制的生活 透过网络让世界了解恐怖组织的暴行 212年10月9日 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挡下马拉拉搭乘的校车 并对她开枪 马拉拉的头部严重受伤 生命垂危 事后 恐怖组织声明这起攻击事件是他们做的 一个为自己争取受教权而发生的女孩 竟然换来生命的威胁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马拉拉也被紧急送到英国救治 并幸运地存活下来 康复后的马拉拉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更努力地为女孩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213年 马拉拉受邀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 她说 恐怖分子认为他们的暴行能够改变我的决心 但是对我来说 这些压迫让我失去的只是软弱 害怕和无望 得到的则是坚强 勇气和希望 她还说让我们拾起书本和笔 那是最强大的武器 一个孩子 一位老师 一本书和一支笔 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段话震撼了所有人 她也因此被称为全世界最勇敢的女孩 她和父亲成立了马拉拉基金会 以实际的行动帮助穷困的女孩上学 214年 17岁的马拉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年少的马拉拉展现出无比的勇气 用她的生命保卫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是一位勇敢的女孩 但什么是勇敢 没有恐惧 不害怕就是勇敢吗 不知道害怕 有可能是无知造成的 真正的勇敢是纵使心中害怕 却还是愿意为信念前进 在马拉拉心里 可能会因为险恶的环境和被枪击的经验而有所恐惧 但是她心中有一个要为女孩争取受教权的目标 就算害怕 她也要站出来为没机会学习的女孩发声 这才是真正的勇敢